五育高中董事长黄天荣也是曹青公主委 他说小时候就成父训 留财不如留德 因此立志做善事 今年已是第九年办理老人送餐服务了 县议员简锦贤说 黄天荣董事长是每年在传播善行 鼓励大家多多行善 李周中议员也说 只要每个角落有需要他帮忙的 黄董事长一定伸出温暖的双手 每一个角落需要帮忙的 他都顺势温暖的祥祝 来做到向盖感动的帮忙 我们不但对中价的尊重 对中价的照顾 对到我们五育中学的教育 孩子在这儿讀書 如果有什么国后面的困难 都专利志愿 在雪中送炭 老大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温暖 他二十几年来一直做 甚至要还有拍一个阿甘正传 来传播于 选书一直要做 我也很感谢他 他是我的亲家 真的他有荣誉 五育高中社有赵福科 县议员罗美玲表示 这是在黄天荣董事长上任后社里 目的是希望有学生投入 照顾老人的服务行列 黄董事长他十月有成 那更是发挥他的爱心 投入这个公益 这一点精神让我们特别的赶配 捐赠了六十万的这个安康金 最主要需要让这个独居老人 在春节的时候可以送餐 那今天我们发现场面非常的热闹 我们这些独居老人也非常的开心 那尤其是黄董事长接任之后 他甚至还在五育中学成立了这个照福科 那希望说更多的这个孩子能够投入这个长照这个行业 草屯镇朝清宫 共捐赠六十万元送餐经费 并发放每位独居老人春节安康金 及物资县议员廖子佑 林永宏 黄文军 简锦贤 及李周中等多位议员到场 一致表达赶配 希望在社会上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